当地时间6日 美媒纽约时报网站 刊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副教授罗里 特鲁克斯关于中美关系的评论文章 作为一名多次前往中国 专门研究中国议题的美国学者 他在这篇文章中担忧道 如今美国政界和政府部门谈中国色变 美国国家机构集体患上了慢性中国焦虑症 现在几乎任何带有中国字眼的事物 都会在美国政治体系中引发恐惧反应 这种制造对华恐慌的行为 不光无异于美国制定健康 正确的对华政策 更进一步导致了对美籍华人的种族歧视 虽生出新时代的黄霍论 在谈及中国时 我们不妨深呼吸 罗里写道 人类大脑里的性人核可以评估危险 帮助人们做出战斗或逃跑的反应 但长期的应激反应可能会导致焦虑 导致人们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 人物以为有危险 并且始终处于对最坏情况发生的恐惧中 在罗里看来 这正是美国政府如今在谈及对华议题时的状态 他表示 美国国家机构集体患上了慢性中国焦虑症 现在几乎任何带有中国字眼的事物 都会在美国政治体系中引发恐惧反应 会将美国对威胁进行正确评估和分析的能力 这导致美国政府和美国政客奉行基于打压和排挤的对华政策 当你焦虑不安时 任何风水草动都能称之为威胁 罗里在文中一一列举让他大感不可领域的美国政客对华离谱指控 今年1月 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呼吁禁止进口中国大蒜 他声称中国大蒜是以污水汇物作为肥料培植的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罗里对此无奈道 诚然美国应该积极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 但是 我们的政策制定者真的有必要关注中国大蒜或者巴比喀网吗 他强调 如果美国要与中国正常竞争 就必须制定健康平衡的政策 在不损害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 保护这些政客 所谓的美国国家安全 中国的确是一个强大的地缘政治对手 但在这个世界上 打算巴比喀网或家教网站 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给他们贴上这样的标签 只会暴露出我们的政策讨论缺乏严肃性